诈骗集团盗用账号 连民意代表也敢骗吗 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爆料 说台北市警察局保房科科长林基田 传讯息给他 问他说周末有没有空出来吃个饭 而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也同样收到了奇怪的讯息 市警局紧急澄清 说林基田的公务手机 疑似是遭到冒用身份 申请通讯软体账号 而尴尬的是 保房科正式负责防治资料渗透 没想到这回反而是反过来 被渗透了 周末有没有空一起聚一聚 出示简讯 北市正面议员林亮君很傻眼 因为约他吃饭的 居然是北市警局保房科长林基田 11月29号晚间 自称林基田男子传讯林亮君 问他周末有没有空出来吃饭 所有生面孔聚一聚 却让林亮君满头问号 才紧急更正是新面孔的新人 叫上你认识一下 但原来这根本就是诈骗集团 这名男子盗用警局科长公务机 拿去申请通讯软体 好友名单甚至还有北投大同派出所长 同样被骗的还有他 遭盗用号码的林基田公务机已经关机 林基田本人则大声喊冤 说自己从来没有申请过这个通讯软体 他人使用改名科长的公务的手机门号 来申请通讯软体的账号之后 冒用科长的身份 居然科长的手机自己好像被盗用 警察自己都发生这种被盗账号 被盗名 那民众要如何自保 只是保防科主管业务之一 就是要防止渗透资料搜集处理 如今科长本人反被渗透 诈骗集团冒用警察身份 要骗立委议员 恐怕太岁头上冻土 这回将要踢到铁板 家众讲李明洪 台会到